未然之火我追到第九集了 开始一两集感觉节奏还有些慢 但是越往后看越停不下来了 不论是镜头语言还是剧情表达 或者是演员的表演 还有故事和利益 这个片子都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童谣这次也让我挺惊喜的 他这次对南亚这个角色的处理 我觉得非常好 很多情绪和眼神系的变化 都表现得很细腻 南亚这个角色的设定 却是一个从小美到大 几乎只要是见过他的男人 都会对他有想法的 这么一个人 所以全镇的女人对他都恨之入骨 骂的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虽然有导演的拍摄手法的加持 但是我认为童谣在这部剧里面 还是很好的把南亚的韵味演出来了 稍微留意的话 就会发现姚岛几乎没有为演员的面部打驴镜 相反似乎还特别喜欢放大演员面部皮肤的纹理 但是童谣他整个人的气质 就会让人觉得很美 他就是整个镇子上的男人们都会喜欢的女人 在这点上 我觉得南亚这个角色定位是被塑造 成功了 而且这部剧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女性的现实困境 尤其是那些优秀或者漂亮的女性 他们身边从来都不缺少恶意 被人轻薄纠缠 被男人恼羞成怒的污蔑 被心存妒忌的人诋毁 被恶意抹黑 被枕边人疑神疑鬼 控制 家暴 不可否认的是好看的人往往机会也多 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带来机会的同时 也通常伴随着不怀好意 而这种不怀好意 很多时候其实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不是每个女人都具备万花丛中国 片叶不沾身的本事 再有能力 也要想方设法的周旋 就算成功了 能力往往也会被忽略 风言风语的威力 大家都是懂的 在第七集里头 她带着女儿出逃 结果被徐毅和徐坚设计 大听广众之下 被八一毒打 这一块 镜头给了很多围观女性的面部特写 每个人都是喜闻乐见 兴奋异常 这一段非常赤裸且讽刺的 将这种女性的现实困境 和人性卑劣的一面 在群像中表达了出来 人言可畏 又有多少人能够不在意 剧情里面 南亚对周洛说了八个字 刀剑伤人 言语诸心 即使是南亚这样内心强大的人 也做不到毫不在意 而女性因为被丈夫猜疑 遭受家暴的案例 在现实里也相当庞大 很多人都还记得那部 梅婷和冯远征演的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印象里当时很多未婚女性 因为看了这部剧 都对婚姻产生了阴影 包括我身边也有遇到 这种情况的女性朋友 这可真的不是电视剧里 才会出现的情节 女性本身在力量上 就是弱势群体 所以南亚就算是心中逐一再正 真正身体对抗的时候 她依然没有一扁反抗的能力 说真的 南亚这个角色我特别喜欢 她是具有抗争意识的 这个人物是有力量的 目前电视剧还没有播完 就现在看到的这几集 其实对她的性格 已经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了 她柔弱 温柔 善良 坚毅 聪明 冷静 理智 但是她也有阴暗腹黑的一面 她有心机 有手段 她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 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 她也一直挺着腰杆 护着她要护的人去逃离 去抗争 没有自缘自义 我觉得这个人物很棒 也迫切的想要看到 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和南亚的表现